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你什么都不用带 你只要人回来就好 看到这里他就傻眼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欢迎来到单神旅行社 我曾经见过一位母亲 女儿已经离世超过十年 但她每天仍然会进入女儿的房间打扫 让房间保持着女儿好像昨天还在其中的模样 而那一瞬间我感到一丝揪心 仿佛这位母亲仍然无法真正的放下 而我自己其实也有同样的感受 家里还堆着不少爸爸留下来的茶叶 要将亲人生活的痕迹清理、整理 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跟决心 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还在持续努力挣扎中 而今天我们想要克服这样的困难 所以我们邀请到了人称廖哥的廖星云 他是台湾第一位道府整理师 从事道府收纳服务 至今已经成功帮助上千个家庭 克服囤积改善彼此关系 他也是华人第一位遗物整理师 今天单神旅社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他来跟旅客分享 他在整理王者遗物的经历与故事 并还给难以割舍家人遗物的人 一些具体的建议 掌声欢迎 廖星云、廖哥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 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 会踏入这个领域啊 其实我以前是贵姐 因为太会整理仓库 然后过目不忘 就是我整理过的 比方说随便讲一个货号 我都知道他放在哪里哪一个位置 所以后来就想说 欸既然我这么会收纳整理 也许我朋友有需要我可以去帮他 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做出一个产业来 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个那个社长工作室的巅峰室 哇 真的是谢谢喔 哪里 那是巅峰那是日常 你坐哪儿 没有我们工作室秉持的就是 我们用站着工作这样子 这里是有书柜 对有书柜 那上面都是书 书 那上面的文件是你每天要用的东西 还是要保留的还是什么呢 都有 有正在使用中 干嘛 不好意思 因为这张照片可能在后期 都还收下来吧 OK 不用帮到我下来 有有有 为求社长形象就是 我们还是要打马这样 没有关系 其实我已经没有形象了算了 可是在接触这个整理收纳到遗物整理 它中间一定会有个转折 那关键的事件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收纳整理嘛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去一个高雄的一个客人的家 然后帮他整理的时候 他就突然说 我觉得这样有人陪伴很好 那你可以之后跟我一起去台北整理我妈妈的家吗 然后我就说好 殊不知这就是遗物整理 哦 那因为我体质有一点特殊 所以我就会很担心受到干扰 受到干扰的话我是会剧烈呕吐的 所以我就很害怕 所以你是可以感知得到的 对对对 会很不舒服 是 但是我去帮他的话 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干扰 反而是很平静的把所有的遗物完成 把他们家进空 所以在那之后我就突然觉得 其实遗物整理对我来说可能是很辛苦 但是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所以很有意义是你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 如果是在整理遗物的过程 像他自己无能为力 他妈妈过世三年 那里面的东西超乱 然后他也没办法开始下手 那我教他的方法是慢慢的面对这些东西 我请他留下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 最后他只留下一个 妈妈生前穿的一个皮草大衣 因为他说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妈 她就是贵妇 她穿着这皮草大衣 然后戴着墨镜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女明星 所以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 医务整理师啊 有一个能力 就是让她在这一大堆东西里面 找出一个可以让她保留回忆 甚至是 让她可以跟妈妈有最后的联系的东西 可是刚刚廖哥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说过往的经验 你知道说有些家人其实很难下手 就你的观察来讲 你觉得多半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而导致他们迟迟无法下手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 我们对于死亡这件事很难接受 不管是他是生病 或者是突然意外过世 不管是怎么样 他就是生命已尽 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对于所有你看到他的东西 这就是他生活的轨迹 你会觉得 我真的失去他了吗 他真的不在了吗 然后接下来有更多的是 有很多的悔恨 所以有太多太多的情绪 导致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是很痛苦 这点我同意了 因为确实我当年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的时候 我大概也是等了快五年以后 哇 我才有勇气真的去翻箱倒柜 就我爸留下来 那个满坑满谷的一些杂物这样子 然后里面每个物品翻起来 都有他以前生活的轨迹 对 然后你那些回忆都会涌上来 其实我遇过蛮惊人的 就是他的家超级混乱 很多很多东西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的遗物 比方说这是我背公的 啊这个是我杀金伯的 这谁的 每一个人的遗物全部都塞在他们家 然后他就跟这一堆遗物一起生活 所以我就在想 遗物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如果说他有活在你心中 其实这些东西都只是他用过的东西而已 只要留下你真的觉得有意义的 有具代表性的一两样 我觉得其实不用太多 那我蛮好奇的 就是说在面对这些悲伤的 或是遗憾的情绪 那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遇过那些比较复杂的情绪 好比说有遇过愤怒的吗 像我之前去过一个家 那个女生很奇怪 他预约我六次 每一次只要时间要到了 我要去他家 他就会跟我说 不然我还是下次好了 就一直放我鸽子 然后到第六次的时候我就说 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我们就先不要再约了 这样 他马上跟我说 好 那就下礼拜 就下礼拜 OK 这样 那我去他家的时候很夸张 他就是说 我妈妈过世十年了 我一直不敢回来 他拿着钥匙的手啊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插进那个钥匙孔 所谓颤抖这样 对 很紧张 然后我们一打开他家的门 发现里面就是全都是灰尘 让我觉得最惊恐的是 竟然有五座衣柜 就全部整个房间被衣柜包围 这样 然后里面全都是衣服 他就跟我说 我小时候是养 就是养女 就是妈妈领养来的 我跟我姐都是 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看他 他就会很生气打我们出气 我有一个耳朵 是被我妈妈打到聋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哇好可怕 他跟妈妈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他说所以后来我18岁之后搬出去 我就开始就是一直赚钱 然后我都有把钱寄回来 可是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家 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 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 他爱他但是他又很害怕他 相爱相杀那种 对 因为他在整理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啊 他就说 我一直寄钱回来 然后想要给他就是生活费 结果他都在乱买东西 你看这里竟然有内裤啦 有衣服啦 一大堆 你看他根本没穿 结果我在这里面发现一件事 我就说 你有发现一件事吗 这个啊 衣服啊 都不是他要穿的 他是要买给你穿的 因为有少女的内裤 女人的内裤 还有像青少年的衣服 跟女人的衣服都有 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你什么都不用带 你只要人回来就好 看到这里他就傻眼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相信有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来自于可能 往生亲人 他的一些心愿 他可能说不出来的那些话 没有办法表达 不太会表达自己的爱 都很隐晦这样 都是在最后在整理 他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在最后打开他妈妈的化妆台 通常第一个抽屉 都会是女人比较珍贵的东西 比方说耳环 视频 金银财宝 就他打开哦 那里面全都是空的 就只有一张照片 那是他姐姐跟他小时候 站在他家门口的照片 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 其实他妈妈 也许以前是这样对待他们 但是他一直都在等他们回家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透过遗物整理师 可以让他们知道 金妈妈还是很爱他 而且可以化解这个误会 整理遗物啊 之所以会很触动 对 有很多的原因是 你想象中的那个他 还有他对你的 平常的这个 跟你真正找到遗物 在他的笔记里面 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 你反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你不熟悉的那个他 没错 所以你说就是说不出来的爱 其实都埋在这些遗物底下 从刚聊到现在 其实感受到遗物整理 其实不只是整理物品 也整理我们的心 也疗愈着我们的心